我现在到卫航厂里了 现在跟着刘宫去看一下卫航新的房车 长途奔波 真的500多公里 真的开得人裂开 不知道为什么 我昨天录的介绍房车的这段视频的音频 突然就消失了 只有画面也没有声音 所以说只能在后期给大家配音了 然后今天我们看的是卫航的新款的大额头的房车 叫罗曼特斯 C200好像就C200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车身外观 还是非常的年轻动感的 整个车身的拉花 非常的年轻的这种形式 整个额头是跟后面的是七平的 它做这样子的设计是为了多铺太阳能板 上面它这辆车整整标配了1000瓦的太阳能板 非常非常多 这辆车的电力配置 电跟水的配置非常非常强大 最后的话我也会把价格跟大家说一下 房车长期在外少不了一口好灶 新房车也要配新卤灶 现在全新的未养房车是采用全新的柴油灶 所以说它就不需要你自带额外的燃气瓶了 它还自带高原补偿 所以说非常方便 旁边就是一个220伏的插座 然后在边上就是一个户外餐桌 用来放你电饭堡 放菜 放那些杂地杂包的东西 很方便 这个在户外的时候很方便 然后在下面是一个小的储物舱 里面是水管水泵在检修舱 里面还标配了一个户外花洒 然后多余的空间 你可以用来放一些小杂物之类的 现在卫航都整个做得还非常的标准化 不像阿廷那辆房车 现在它都把这些水路跟电路 全部都集成在一起了 所以大家后期做维修的话 非常非常方便 真的是方便了好多 然后因为这辆车的版本它是一个横置床的版本 所以它的储物舱空间非常非常巨大 可以看到是整个贯通式的储物舱 里面的储物空间真的是超级无敌大 大家都甚至可以放两台折叠的那种电动自己这地区 所以说放物品这些的话 太轻松了 而且边上还给你开了很多的小暗格 旁边还有存放大桶饮水的地方 里面给你开了4个 4个放大桶水的地方 然后整个仓呢 设计当然是比较规整 大家可以看到 里面空间真的非常非常大 房车长期在外的话 储物舱空间真的是越大越好 然后在车辆后方呢 这辆罗曼一号C200 给你标配了一个三眼拖车杠 这样就省弃了你后驱加装的 这种额外的支出了 而且它这个车好像是自带一个拖挂的公告的 所以说也可以拖一个小拖挂 也非常方便 在后面自己加装那种摩托车支架也很方便 整个车的外箱体可以看到 后面的箱体还是非常的平顺的 非常光滑看起来 而且这是两边的两边的开舱 左右两边都可以拿放物品 旁边呢还有一个小舱 可以看到这里里面是一个电器的检修舱 这个真的是非常方便了 大家如果以后车辆比如说一些小电器 试领的话 可以自行更换 自行更换保险是不像我那台 好吧 在床底下的我每次换还得把床给掀了 好麻烦 现在就方便好多 都做的可以看一下 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好 真的跟以前 好吧 大不一样了 然后在边上呢 这是一个赛特福德的黑水箱的一个位置 然后边上呢是两个加水口的位置 是两个加水口 它是两个水箱 然后总共呢是300升的水箱 非常大 300升的清水箱 然后在这边呢是新能源的充电口 新能源的充电口 很多房车呢不会像卫航 就是在外面给你开这么多舱 不过我个人建议的话 如果真的是有空余的地方 真的是都把它都把它开起来 因为长期旅行的话 空间真的是越多越好 越大越好 像这里下面还有多余的空间 就给你也做成了储物舱 然后呢边上呢是整个逆变器啊 还有总电源的总电源的开关 什么都在这边 全部集成在一个舱里面 这个就是做的跟那个什么 反正我看到跟金航的很像 现在就反正后期维护啊 这些保养的话都特别方便了 好吧 现在卫航真的整个工艺 就都跟以前截然不同 现在都做的比较比较规整 比较模块化了 大家可以看到还是很整齐的 然后2021年下半年呢 整个新款的车型的外观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个前面的中网呢 都采用了镀隔的装饰 看上去非常的时尚 动感年轻 然后整个额头呢也是看着小 其实里面还行 然后咱们走到前面 看一下车的配置 然后前面标配的是 多美达的3.5米的手动车央棚 然后它采用的是欧式的防车门 下面自带一个长方形的垃圾桶 还是挺大的 然后在上面呢 是一个带隐私的一个小窗户 晚上睡觉的时候 可以把它拉上去 然后进门呢 有个电动踏步 在踏步这边呢 它做了一个小小的设计 在踏步里面做了一个镂空的设计 里面可以放两双拖鞋 这还挺挺方便的 是一个全身镜 出门的时候 大家照一下自己的衣容衣表 防照上镜子还是要配面 怎么映入眼帘呢 是整个 不要看那个 不要看那个顶纸空调 那个顶纸空调在维修 那个顶纸空调在测试 然后整个内饰的颜色 我感觉这个黄色的话 对于我来说还是稍微有点老气一点 如果能选择稍微再淡一点 会更好一点 配上这个白色的话 整个内饰的还是 还是挺好看的 就相比以前的话就是 以前的特别老气 现在的话就稍微稍微 有点慢慢的年轻起来了 然后是四项可调的一个旋转桌 非常方便 然后在这边的一个户外窗 上面的是两个吊柜 旁边呢 旁边呢 还有一个小储物格 可以放一些盆栽之类的 上面还有个小射灯 我觉得最好看的是这个客厅的灯 这个客厅灯还是非常非常大 非常非常亮 还是选的挺好看的 然后在这边呢 是也 就是除台的位置 整个除台的面积也非常大 然后它选择的是两台冰箱 两台英德尔的冰箱 它这个冰箱呢 是你可以自己设置的 你可以把两台同时设置成冷冻 或者同时设置成冷藏 都是可以你自己手动设置的 这个冰箱现在防灯厂里面 选用的非常非常多 应该还是质量比较可靠的 样子也非常好看 然后在边中间呢 继承了很多220伏的差错 然后还有三个抽屉 三个抽屉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鹅豆床 它鹅豆床呢 也是采用整体吸塑一体成型的 然后它这辆呢 是天窗没看 你如果后期购买的话 也可以自行选装 旁边也可以选装小侧窗 然后整个我目测里面的深度呢 是1米4或者1米5了 但是那个高度呢 这个不是那种特别大额头的仿车 这个应该算是中大额头吧 整个高度呢 也嗯 还行吧 但是如果税量 两个成绩人呢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除台上方给你吊装了一个小的微波炉 然后再 还有呢 三个吊柜 除物桑空间还是挺多的 这辆车除物桑空间完全不用担心 然后这辆车呢选装的呢是多美达的双钻子的顶纸空调 如果你选择加装家用空调的话 上面的太阳能板就能铺的多一点 如果你装这个顶纸空调的话 太阳能板就少铺一点点 基本上都差一两百瓦之间吧 萝卜白菜 萝卜白菜够有所爱 然后整个呢是家用的这种水龙头 然后边上呢还有直氰水的水龙头 全都给你标配好 然后这辆车的垫呢 是标配1200安时的锂垫 然后选家用空调的话是1000瓦的太阳能板 然后现在做好的呢是 它集成了很多模块在你的车厢里面 这样的话你后期检修这些水箱啊 或者清理这些水箱都非常方便 它集成了好几处 这现在做的非常人心化 环境卡座下方呢 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小空间 所以如果大家有养小狗小猫的话 那里可以放小狗小猫的小屋 还是比较方便的 小狗小猫养在这个空间 挺好的 重中之重 房车呢一定要选择一张固定床 这辆车呢是横床的版本 它这个宽度呢 我估摸着应该是1米2到1米3吧 1米2到1米3之间 然后两边呢都开有小侧窗 然后上面呢一排吊轨 前后左右全是储物空间 然后在床里面呢还配备一个小的小小的氛围灯吧算是 这边一个后面又一个有两个灯 然后在下方呢配了一个韩国mini的2.5公斤的洗衣机 在下方的是暖风出风口 这边还有一个台阶就适合老年人就上床的话比较方便一点 厕所好吧 真的是房车里面重中之重 今年卫行呢真是全体完全的大变革 就是整个卫生间呢都采用一体吸塑成型了 就整个看起来非常通透干净了 就真的这个是今年升级最好最好的了 可以看到整个完全采用吸塑一体成型 然后洗衣机呢也能装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洗衣机装在这个位置也比较好 大家洗完澡的话可以直接在厕所里面洗衣服 这样的话也不会把水进到外面 这个呢洗衣机呢我问过厂家了 厂家说呢也可以装在厕所里面 然后它配的是赛特负责的可行转的马桶 就这个吸手台呢感觉略形小了一点 不过也够用 然后呢整个淋浴花洒呢还是挺大的 在卫生间的顶部呢 它还设置了一个晾衣杆 晾衣杆 然后它是采用的是带灯的一个双向的排风扇 带灯的双向排风扇 这样的话就集成室了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在前方呢还有两个吊柜 带镜子的吊柜 虽然呢这个高度一点高 我感觉会照不到我人 空间呢还是放一些洗漱用品的 足够了 下方还有晾毛巾的毛巾杆 这个吸素一体成型的卫生间 真的看起来真的很干净 自己大家后期清理的话也非常方便 就完全不会有那种长眉斑啊 或者长蘑菇啊这种这种体验了 好吧 那呢给大家看一下整体的一个颜色搭配 跟一个布局的这种感官的感受 这种颜色的大家也可以自己后期自己选择搭配 然后它的整个座椅呢也是自己厂家重新包裹的 都印着罗曼特斯的logo 然后这些皮质呢 中间的是皮质 中间是呢是皮质的感觉 然后边上呢是那种绒布的感觉 整个手感还是不错的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 配置的最关键的是配置 这辆房子它的配置再说一遍 1200安时的锂电 然后3000瓦的逆电器 然后1000瓦的太阳能板 如果选择 家用空脚的话是1000瓦的太阳能板 顶纸空脚的话 应该会少个一两百瓦 然后是300升的水箱 就是水电配置非常非常强大 然后还是带高原版的柴油灶 而且它是尾巴斯通的柴暖 然后暖水呢它是分开的 它就是暖风是暖风 暖水是暖水 就是两个分开的设置 样子是我觉得还行啦 就这个颜色的拉花 颜色的拉花 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粉不粉紫不紫的颜色 但是这个整个箱体啊 我觉得还还OK 还是挺前挺前卫的 就看着一点都不老气 是吧 那么多点 我现在这边是给他们看上来的 就是咱们做到了 咱们做到了 咱们做到咱们做到咱们做到了 咱们做到咱们做到咱们做到冰子 咱们做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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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感谢观看